好,謝謝 好,呃,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這個專案還是 然後這個專案還是在先前 我提了那個換掉外卸身份之後的專案下面 然後,其實本來提這個案子是因為 那個,很多,看起來好像本來沒有提案 所以我才提上去 但現在發現好像很多跟農業有關的 我還去分享一下 OK,我直接先打他先前上一次大送的東西 好,謝謝 簡單來說呢,就是 在去年的時候,現在已經 這些資料已經外洩了一百...八十幾天了吧 就這麼多資料,所有了 兩千三百萬的資料都有 所以如果你,對於 就是在座的中華民國國民 如果對這件事情很焦慮的話,待會也可以來找我 我們可以來另外聊這件事情 好,那麼回到 今天我想要做的事情呢 簡單來說呢,就是先前 有想到說 好像有一些方式 可以來去 重新把一個 這個... 就是像那ChainGBT那種 它可以有第三方的一些模型 可以再重新把一些余料 在最後一天 在五月七號之前 可以先伸出一個 宿願書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我還是會動手自己寫 但我今天的目標呢,就是 先試試看 來把一些 相關的可能 判決啊,或者是一些判例啊 等等的 想辦法把它 匯進我找得到的 一些第三方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然後如果有人對 Generative AI有興趣的話 或者是 你想要知道更多 跟外界 身分自豪這件事情有關係的話 就是 可以來找我問問看 然後 如果 因為剛才 看到大家想太多 跟農業有關的東西了 所以我硬是 想辦法找了 那可以 如果我真的 匯入成功的話 我應該會把這個 匯入的過程 把它寫成一篇文章 教大家什麼匯入 然後就是 看有沒有機會 把一些農業相關的 餘料匯進去 可以再把它 變成一個 跟農業有關的 一個ChainBot 那 再看 如果 待會兒Running的那個專案 他可以找到一些什麼有趣的 政府現有的一些漏洞 或者是說 很不合理的地方的話 可以再看看 有沒有要找到 跟行政含令 有關的法規漏洞 所以 最後一個 就是如果你對 Generative AI 或者對那些GPT 或者你對 那很可怕的 這些東西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來找我 謝謝大家